现在是十月中旬多伦多 喜欢这个花吗 喜欢这个颜色吗 是非常耐寒 这两年越来越流行的锥形绣球 更准确的说 这两年越来越流行 这种红色的锥形绣球 它们都是七八月份就开花了 开出来都是白色的 那么根据品种不同 有些就会变成 像这个品种变成粉红色 这个是什么品种呢 它叫Zinfando 也是Proven Winner的品种 一周前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最佳状态 这两天有雨水降温 有些就枯了 这些枯萎的花头都是最先开放的 而这个最晚开放的 还没有完全变色 有些花头像这个 它变到一半休息一下 这个品种的一个特点 就是矮小紧凑 而且它的枝干相对比较坚挺 有些软弱的品种 它开花以后就容易倒伏 特别是下雨之后 这个位置是在一个高层建筑物的北侧 即使这样在五六月份太阳最偏北 这是多伦多 它也有全日照 正好越过楼房的顶端照射下来 生长季节有充足的阳光至关重要 对于它能开出这么多的花 有非常大的帮助 而它这么鲜艳的颜色 也取决于它的位置 特别是开阔地 或者是空气流通很好的地方 冷空气的刺激会让它这么美 仔细看有的花头 一半是红的 一半是枯的 不是全枯 什么原因呢 据我的观察和推测 就是因为它在花期的时候 出现过短暂的缺水情况太干了 那么阳光雨水或者浇灌系统 跟得上的话 可以帮助大大提高欣赏的时间 鲜嫩的颜色从7月中旬到10月中旬 三个月时间 如果你也愿意欣赏这种枯花枝 再加五个月 常会有朋友问 这个追星气球什么时候修剪呢 最佳时间就是在没有叶子的时候 也就是叶子全部掉光 它休眠的时间 好了 这个Zinfendo今天就介绍这么多 欢迎全网搜索时针加绣球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 你喜欢 这支影片还原来的频道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